中方决定立即召回计划访美的海军省金龙司令员退职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9月22日晚,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代理国防武官孟契委,就美方宣布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不及该部负责人,实施制裁提出严正交涉。 黄雪平说,中俄两国军事合作是主权国家,进行的正常合作,符合国际法,美方悍然宣布对中国军队有关部门及高级将领,实施无力制裁,是对国际关系准则的公然践踏,是霸权主义的充分体现,严重破坏两国。 两军关系,性质十分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为表明严正立场,中方决定,立即找回在美国参加第二十三届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并计划访问美国的海军省金龙司令员, 推迟计划于9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 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制裁,中国军队保留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 广深港高铁今日全线开通,那第四十四站点直达香港,今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断正式运营, 这一类着内地旅客,可以从全国四十四个车站直达香港,同时也标志着内地高铁往延伸至香港, 两地高铁实现互联虎通,广深港高铁全长一百四十一公里, 其中内地断一百一十五公里,香港断二十六公里, 香港断正式运营后,列车可制达内地四十四个站点, 其中包括广深港客运专线上的福田、深圳会、广州南等六个短途站点, 以及北京、上海、昆明、桂林等三十八个长途站点, 据香港铁路公司介绍,通车当天,由内地开往西九龙站的首班车, 早六十四十四分由深圳会开出, 北京西以及上海虹桥分别, 在时时四十十分开出首发车, 由事方面,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 至深圳福田站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为十四分钟, 至广州南站的最短运行时间为四十七分钟, 至上海虹桥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八小时十七分钟, 至北京西站的列车运行时间为八小时五十六分钟, 坦桑尼亚沉船遇难人数升至二百零教人一名幸存者被发现, 沉船事故,二十日下午发生在慕望扎盛的维多利亚湖, 现场目击者说,船只在即将炮案时发生轻覆, 当时船上载有人缘和货物, 初步调查显示, 失事船只当时存在超载情况, 而且没有由船上掌舵, 坦桑尼亚工程,交通合同系部部长, 泰萨克堪姆威尔屋, 二十二日下午, 在姆万扎省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沉船日纳者人数已升至二百零九人, 有可能还会上升, 救援人员, 二十二日上午, 发现一名是故幸存者, 感幸存者情况危机, 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一艘在有拖延设备的船只, 正在赶往事故现场, 抵达后将把沉船脱离维多利亚湖, 中国同伴蒂冈就有关问题, 签署临时性协议,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同伴蒂冈代表团团长, 教廷与各国关系部副部长, 贾尼来立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谈, 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中半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 推动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批瑞典电视台入华节目, 突破人类道德底线, 当地时间二十一日, 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中播出, 了一段时长一分三十三秒的鼠华视频, 其内容是给前来瑞典的中国游客的信息提示, 视频用中文配音上传, 至中国某社交平台播出, 视频中,主持人发表恶毒侮辱攻击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 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内容和罗恩达尔的言论赤裸裸散播, 宣扬种族主义和弾外主义, 公然调弃煽动针对中国及其他族裔的种族仇视和对立, 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及西藏部分地区,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关节目已经秃脱了人类道德底线, 严重挑战人性良知, 严重违背媒体职业道德, 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负责人变成这是娱乐节目, 我们坚决不能接受, 我们敦促瑞典电视台, 请有关栏目立即道歉, 并保留就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